恭喜我自己终于达成了B站10万粉啦 耶 这个是终于B站送过来的小银排 就10万粉你可以有一个小银排 但现在呢我已经20万粉了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做这个开箱呢 是因为我最近才刚刚收到呀 好啦我们来开箱吧 还挺大的比我想象中的要重 这样子好像也看不出来有多重 但是对吧就有份量 上面有一个比哩比哩的银色字样 这个开箱真是服了 这是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10万粉丝成就达成 撒花 读一下 贪玩歌姬小宁字冒号 感谢你的一路坚持与不懈创作 终于在哔哩哔哩达成了10万粉丝成就 这是你创作录上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你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认可 我感觉已经在听什么领导讲话了 哦还真实啊 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成为你虚拟世界的 为你每次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而发起应援 或许在哔哩哔哩进行创作的日子 也已经成为了你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啊因为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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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他们因你的创作发现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认为能得到能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被为 好了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意思啊 落款是哔哩哔哩 董事长兼ceo 那叫什么名字来着 哦对是陈瑞啊 陈瑞陈瑞 好这张纸 最重要的 来啦 好大一块 上面有一个小电视 嗶哩嗶哩 泰湾歌姬小名字 祝贺您获得十万粉丝 谢谢 上面写了一些弹幕 应该都是统一的 拿下来吧 陈甸甸的一份里程碑 来 另一个 来喝个饮吧 耶 哎呀十万粉其实也很不容易呢 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的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自己 今后呢我也会继续创作游戏内容 尽量多搞一些翻唱内容 翻唱主要是 我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什么 就合适我的歌嘛 但是我会尽力多更大 然后还有vlog 所以也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 继续观看 希望看我的视频能够给你们 就是带来一些收获吧 不管是能哈哈大笑 还是知道了一些 哦原来如此的事情 好 大概就这样吧 里程碑已经看完了 我们来干今天这个视频 第二件事情 放屁一样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再一次拿出了 动物之森限定版主机呢 又炫耀了一次 是因为我正好要 做一个小小的开箱 我要来开两小包 动物之森的amiibo卡 amiibo卡里面是包含了一些村民的 虽然呢 理论上啊 动物之森玩起来 应该就是 寄来之责安之 缘分天定 对不对 小动物村民来了谁 你就好好跟人家相处嘛 原则上是这样的 但是这两个两包卡呢 就是我对抗天命的小小的努力 对吧 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 还有这句话 我要来开一些 我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啦 我喜欢的其实也就因为可爱 所以喜欢 我买了一个美版第四弹一包 还有一个日版的房车卡一包 我其实就是想邀请一个小鸟呀 或者是小鸡呀 小企鹅啊 这种小动物过来 就是那种头圆圆的小动物过来 因为我现在岛上的村民呢 都比较这个 成熟又强壮 这就是我的目标啦 就是可爱一些就好了 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Amiibo的鱼怎么用呢 离端机打开 里面有一个呼叫客人 就是使用Amiibo的 那我们先来开房车塔吧 这个也是随便买的 还是没有像什么小鸟呀 什么之类的 分别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灰色的青蛙 还是小蝌蚪啊 灰色的小青蛙一只 这是鳄鱼还是河马呀 绿色的 还是啥呀 还有一个Donkey Kong 这是三张 这咋整呀 选哪个 我都可以选 让我再犹豫一下 先放在这 我的表情应该没有很失望吧 来 六张的美版第四弹 我就想看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嘛 小鸟啊 小鸡啊 什么的 我表情应该没有什么异样吧 只要第一张就已经吓到我了 第一张 又是鳄鱼 那鳄鱼加一分 第二张 摩卡 是啥 可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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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圆脸的吗 我看了 315号 这是啥 黄鼠王 这是狐狸 这位老板 他在以前的 以前的动物之森里面 是一个卖假货的黑市老板 目前还没有在本作当中登场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登场 先放着吧 但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有可能就会被我邀请进游戏里面 跟我一起居住 下一张 下一张 可爱吗 可爱 可爱一个屁啊 不行了 我要一起看了 这个核冠发牌了 什么呀 这都是 这是一个马 一个狗 和一个羊吗 这是羊 我还是小丑呢 没有小鸟 我要不要接着买啊 要不现在就打开淘宝买一下吧 算了算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这个 这个牌好像可以打 石头 这里有写 牌的右上角 石头 剪刀 布 还有点数 还有骰子 还有骰子 点数 6点 4点 1点 但这个理由完全不足以 我买极其所有几百张 amiibo卡好吗 可恶的黑心的任天堂 不要想欺骗我 我是个理性的消费者 好 最后两位候选人 一只小狗和卖假货的大叔 我当然是先扫入卖假货的大叔啦 虽然他长得不怎么讨喜 可是他有名啊 这个小狗的话 让我想一想 以后要是村民这个有空位 有人搬走了 我就再考虑把他邀请进来 我们来扫进去吧 呼叫客人 这里可以通过使用 动物森友会系列的amiibo 招待客人来岛上的露营地 来了以后 你就可以见到他 然后选择要不要邀请 招待 以成功读取了狐狸的amiibo 招待 现在无法与狐狸通话 要使用 为什么 他说他不可以耶 哇 我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不让招待的意思就是 这个角色应该可能大概率会在本作当中 以重要NPC的身份登场吧 完全失败的一次开包 这个小狗我要邀请他进来吗 说句实话 他没有那么可爱了 那还是邀请他招待进来 露营地给大家看一眼什么样吧 就他可能来了以后我也 不会理他 阿富 他的中文名叫阿富 这个狗狗 来吧 招待了 你要邀请我一起露营 去你住的岛上 哇 听起来很有意思呢 那我就攻进步入从命啦 对吧 我去看看他 狼猪狼猪 阿富你来啦 好邋遢 好丢酸辣丝的一个小狗 就不能制作料理了 有没有好吃的个不行 对 这样的话 小动物就可以到我的岛上来 露营地住下 然后你可以邀请他 应该可以邀请他吧 大概就是这样啦 感谢收看今次的两拨开箱 十万粉的粉丝成就达成嘛 当然我现在已经二十万粉了 那么期待这个五十万粉的时候啊 一百万粉的时候啊 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观看我的视频 好 就先这样吧 虽然今天的内容又不是游戏 又不是翻唱 又不是Vlog 但是可以算是Vlog吧 也要留下你的三连哦 小女子祝你开帮开出喜欢的村民哦 拜拜